音樂 下 出走人們歡迎回來 出走吧 國外生活風略 大家嗨 我是May 我又回來了 今天的標題有點不太震驚 今天的標題是 澳洲留學提早返台 和租黑暗面報效大公開 我本來是沒有去過澳洲 所以這次我特地請來了 我的一個好朋友 來跟大家分享 他在澳洲遇到的一些好笑的事件 來來賓請 嗨大家好我是莎莎 怎樣笑什麼 他本來還蠻緊張的 出體驗 出體驗 對沒錯 真的假的 你以前沒被人家interview過 有啦 初次被公開 被公開的經驗 因為我們前陣子在聊天的時候 發現他有一些很好笑的澳洲的經驗 就想說這個不錄不行 不錄不行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分享一下 所以今天呢 除了要讓你分享一些很奇怪的 那你之前跟我講的那幾個 合租的好笑的恐怖的經驗之外 當然因為你不是提早回台嗎 因為疫情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還蠻好奇說 你到底線上課程 是要怎麼完成你的碩士學位 然後之後可能 你是要怎麼拿到你的畢業證書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這點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有問題 所以表示我們今天有正經跟不正經的效果 沒錯 很棒耶 好 那我第一個問題就是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畢業後 會想要去澳洲讀碩士 因為有錢 沒有 就是我原本大學的時候是念那個設計 然後後來 後來 其實我爸媽一直有那種 希望小孩可以送出國讀書的那樣一個夢想 然後後來 人的夢 沒有沒有 所以去挑一個罪品 其實後來比較一下 其實澳洲的罪品 跟美國、英國比起來罪品 而且 還可以打工 就是他留學生去那邊可以打工 所以後來想想 應該是最適合的 所以就去報 而且又不用考GRI或GMAT 只要考 你只要有英文檢定就可以立馬去讀 所以就很方便 然後申請也超簡單 申請就是基本上 你只要請代辦幫你申請 然後 也不需要寫什麼 什麼推薦信啊 準備一堆有了沒有的資料 你太簡單了吧 申請完全不用錢 對 然後代辦也沒有費用 就直接申請 然後申請過了就去上 反正就 從來都很簡單 就很方便 所以後來就覺得 後來是我最好的選擇 所以說 你剛說英文肯定要 對 我記得是初福 對 因為其實本來一開始 想說去美國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美國夢 美國夢 對 什麼都很棒 但是後來就覺得 美國夢破碎 看那個學費 對 學費實在太貴 hold不住 其實比起來澳洲是真的便宜很多 又容易申請 對對對 就整個想說 哇 那澳洲竟然這麼簡單 而且重點是澳洲學校排名很前面 他學校不多 他一共大概40多所大學吧 他前八所左右吧 都在世界前百大 所以他基本上整體來說 他的數值都蠻好的 所以我就後來就選擇去澳洲 那你去澳洲讀 碩士是讀什麼 我念傳播 想說 三個傳播地 那跟你原本在台灣讀的科系 是有關係的嗎 就是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那我是不是要在碩士讀不一樣的東西 你覺得 其實都可以 因為其實澳洲好像沒有特別限制說 你之前的科系一定要相關 但是設計是有相關 因為我那是念communication 它下面就有什麼visual communication 然後還有什麼public relation 還有一些video production 反正很廣 只要是跟傳播相關的 其實都在那個科系裡面 而且它又是碩士 所以它沒有分那麼細 所以你只要進去都在選專業 所以其實還是蠻相關的 那你有覺得你去澳洲拿這個學位 對你未來是有幫助還是你想要完成這個出國夢 出國夢 這樣子一個單刀直入 單刀直入嗎 這是一個稻以外的一個 對啊 這一個偷稿演出 我覺得對我來說還是蠻有幫助 而且因為我覺得一部分就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然後有機會就是拓展眼界 就可以跟很多不同國家 對然後不同國家的人認識 那就是待會可以介紹一下 對待會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慘痛的經驗 慘痛的經驗 對對對 就很多其他國家的土豪或怪人都超多的 然後我覺得英文吧 英文也蠻有幫助 而且其實去他們學校學 就會發現 國外的學校真的跟台灣的學校有蠻多不一樣的地方 對所以其實還蠻酷的 我覺得對工作找工作有幫助 基本上英文好 就是可以屌打很多人 真的 所以各位聽眾如果英文不太好 就真的要加油 完蛋了 也不是說故意嗆人 不過我在澳洲真的遇過一些人 因為我想說你為啥要來 因為英文這麼爛 但是你不是說考工夫才可以進去 但我覺得有些人 我覺得很懷疑他到底是怎麼考過 因為他那些人一些最基本的文化 他就是 或是很簡單的單子 他都聽不太懂 沒辦法表達 我就覺得他根本就是找搶手帶打 混蛋 對對對 好 那OK 剛剛進疫情分太久了 對 因為太久了 通告 那這次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剛剛提到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發現你現在都是線上上課 就是被趕快來台灣 對 還是你是自己想回來 還是本來就一定要回來 其實這故事有點尷尬 其實那時候我是實習 因為那時候剛好在上課 實習又有打工 然後我每天都是超累超超 然後這樣連續三個月 然後我就快要爆了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回台灣 好好休息一下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回來台灣 稍微休息兩個禮拜 沒想到直接一個疫情爆發 真的真的 然後我覺得澳洲後來就封鎖邊界 我就回去 所以我覺得後來就索性 我就留在台灣 對啦 而且他回來還不夠我們講 還是被我們發現了 然後就被丟出來 默默回來 默默回來 你看他怕我們那個啦 灌他 而且臉上兜兜太長 對 我記得了啦 因為你只是被那個啦 被踩死了 對 所以你現在卡在這裡的學生 你是不是就要線上上課 還是你原本那些同學 在澳洲還是要線上課 對 因為其實現在 後來這整個澳洲全部都是 那個 全部都改成線上 所以其實我會想說更沒差 那我就留在台灣就好 真的耶 對 那你有什麼好處跟壞處要分享嗎 我覺得線上課 其實老實說 沒有什麼 沒什麼不習慣 我覺得其實大部分都還不錯 就只是有時候 有時候老師 就是跟老師互動會有點尷尬 就是老師問一個問題之後 大家都可能再過個五秒 十秒才會回答 哈哈的另一個問題 對 或者是就是不知道 就是會 就變得有些人 大家都在等別人線上課 不知道有人想講 有沒有想講話之類的 因為笨出手 對 可能也不知道 就有點尷尬 我會尷尬 然後有時候就是等來等去 就覺得有點浪費時間這樣 而且其實原本在澳洲上課的時候 就是有點實體 實體課程 就超多東西都敲課 有時候你可能 一堂課結束之後 你可能 哇靠原來你跟我同一門 我從來沒遇過這樣 就有人從來就不會這樣 都沒來 結果現在 後來那個 線上的時候 效果率就更高 有人根本就來都不來 從來沒看過 所以他們沒有很在乎 對 他其實沒有很管 你只要定時交作業 基本上你就可以過 你完全不來 老師也沒差 而且所有的資源 老師都會放在網路上 去學校的系統裡面 就連你每次上課 他都會錄下來 所以基本上 你真的一堂都沒去也沒差 老師也不能點 對對對 而且像這一次 我上課的時候 到之後就變成 一堂課我就跟老師一對一 我真的講 你最認真 對 我基本上我沒什麼效果 我超認真 你們同學到底都是哪個國家的 我們學校很多印度人 印度人超多 對 那這樣你還蠻認真 有蠻認真 所以 所以後來我覺得一對一的話 就其實教學效果都蠻好的 因為老師就 你信啊 老師就直接 正在我的作業 他就覺得說你要寫什麼 你要做什麼 後面講他也可以怎麼幹 直接 後來成績就還不錯 所以你錢花的很值得 很值得 很值得 好啦 那這樣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真的會蠻尷尬 因為現在看到很多人 然後就是也看不太到彼此 因為你知道畫面不能一次 對 而且我看到有同學 他不知道他尷尬還是怎樣 或是他可能英文不好 他從頭到尾 他那個麥克風跟鏡頭都不開 然後不知道他去幹嘛的 然後他結束之後 他就突然失訊我 因為他好像發現我是台灣的 他就說 可以加一下那個WhatsApp嗎 我想要問一下作業 我想說 老師剛才從頭到尾 講作業怎麼寫 你怎麼搞半天 還不知道作業是怎樣 我覺得他只是為了出息 就放在那裡 他其實根本就 沒在停沒在上 還很扯 從來都有 所以我覺得有好有快 有好有快 你現在可以剛好在這邊休息 對 那現在重頭戲來了 重頭戲 重頭戲 就是下標的部分 不對啦 這個還不是重頭戲 第三個問題 你是怎麼找到之前 在澳多的房子 還沒有重頭戲 別給我打這個 找亂打 這個是你 我打 不好意思 現在這個朋友 還沒有重頭戲 我們再等一下 第三個問題 其實還是比較chill的 我們現在講到學業 就差不多結束了 我們現在要講一下他的房子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合租 對 所以要講到合租的 這些報效去世之前 我們要先知道 是怎麼找到這間房子 跟你為什麼會選擇合租 因為其實很多方法 對 但是我現在看到有什麼澳洲 也是有那種Homar Homebar 對 但是你只要像合租的那種 好 其實我在澳洲有住過兩間房子 第一間房子 我是在一個網站叫做Flatmine 它是一個澳洲本土的網站 就是怎麼說 就是澳洲他們當地學生 也都會在那個網站上面找 然後但是我第一個房子 有點爛 就是 而且又有點貴 就是 它是算週的 一個月 我那時候第一間房子一週一百九澳幣 大概換算台幣是 乘以二十 三千八 對對對 但是不含水電 而且它那個水電的技法很怪 而且房東就在住在我房子的後面 所以我還要跟他分那個水電 所以我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然後那個房東算的水電方式也是莫名其妙 他就會抄那個水電表 然後反正他就用一些很莫名其妙的算式 然後就說你這禮拜 你這個月就知道我多少 真的假的 對 反正就很奇怪 所以反正那個房子 而且那個室友都 那個房子很髒 然後房子到底不太管 所以那個就不太好 但是後來我找到一個還無數 是在一個大陸網站 我覺得那個 這個網站我就很推薦 叫做意義網 中文的 對 它是在澳洲的華人網站 第一個意是那個 各式百千萬億的那個意 第二個意是回意的意 這個就很推 而且它上面 應有盡有 它就像是一個部落分明 上去的時候什麼的 什麼都收得到這樣 然後找房子的那邊 它就會有很多適合的房子 像我第二個找到的 一週才一百五 包水電網路 那是腿屋啊 沒有沒有 其實還不錯 房東是香港人 對 房東是香港人 然後他們房子維持還不錯 而且跟它反應問題 它會幫我們處理 所以就還不錯 對對對 所以那個房子就蠻好的 然後我覺得就是 跟核租比起來 其他的租房子就有點貴 像如果說你去找技術家庭的話 那個一週可能都是兩到三百 因為它有的可能會包住 包吃啊 可能會一天包含三餐 但是我也聽過很慘痛的經驗 就是 那個 就是它的烘霸烘霸對它超爛 然後每天根本就餵它狗食 然後還有一天到晚做家食的那一種 就因為他們那個 那個未滿18歲 一定要不能自己做 一定要去找他們那個技術家庭 然後他們就對他們超差的 我也有遇過 而且那又比較貴 所以後來我覺得還是核租 自己一間房間然後其他公用 是最好最省錢的方式 對 所以你就是透過那兩個網站 去找到核租的 對對對 就是它基本上是分 它就是租房間啦 就比方說那個房東 它有六個房間 在一間房子裡面 你就去跟它租一間 那一個一半可能就算 一百五到兩百這樣 基本上一百五到兩百這個價位 都算是合理可以接受 所以你們是被房東找的 還是當初那邊有在租人的 嗯 是跟房東找 哦 除非要看房東啦 有了房東他可能會要求你 搬走之前要找下一個房東 但是我遇到的都沒有 就是房東他自己罷了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對 好啦,所以你也會建議大家 就是可能合租比較好嗎 我覺得合租比較便宜 哇,那儘管貴 對,雖然是保水電 而且還有免費衛生紙 哦 就是它衛生紙你可以儘管用 它就會一直幫你 一直提供給你 但是它其實是最貴的 對 但是宿舍環境是真的很棒 可惜沒冷氣 蛤? 所以沒冷氣? 對,沒冷氣 對,沒冷氣 我們學校啦 但是整體宿舍很棒 很像飯店 但是覺得有點貴 那你這樣合租 從學校到地點要多久? 就住宿地點 我第二個房子其實 我就挑學校近的啦 走路大概10分鐘吧 10分鐘左右就可以走到家 走到學校 大概10到15分鐘左右 對,算近了 在澳洲來講 哦,也是齁 因為澳洲那麼大 對 你走路10分鐘大可以 就很近啊 好啦,可是我都沒有想聽啦 這是會有觀眾問的 可以可以可以 我現在最想聽的就是這個啦 OK 這真的是重頭戲 來來來來 那你可以幫我們分享幾個好笑瘋狂的事嗎? 沒有問題 就是你在合租期間 到底是遇到了哪些幾個? 我的可怕事友 好,可怕事友 來,第一位 第一個 就是我一開始租的那個房子 我就說那個房子就是 潑潑爛爛都沒有什麼管理 第一間的 對,第一間的時候 所以你第一間是合租 我第一間是合租 對,然後那時候幾個室友 其中有一個越南女的 她就超額 她真的是極致額 我從來沒有想過 有女生可以這麼髒 就是那個時候 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我想說 為什麼廚房那麼髒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進去 我就自己在那邊打掃除 然後就把整個廚房 地板全部都拖一遍 掃一遍 把它弄很乾淨 結果後來過沒兩天 大概只是 我掃完之後 那個越南女的就在那邊 她去看她每天煮飯 她煮飯的時候 她從來不擦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她可以掉的全部 就是整個流理台 地上都是 掉的到處都是都不清 然後就超額 然後就是我變成 我每次有擦完 根本就沒擦 因為她根本就是 立馬把你搞得超髒 而且那女人不知道為什麼 她用馬桶也都超額 就每次我去上廁所的時候 她不充 有,有遇過也是不充的 因為她那個便秘吧 不知道便秘 半夜起來想上廁所 然後就看到馬桶裡面 一朵石在那邊 天啊 然後我就想說衝掉 那你怎麼會到她的 應該是她的 因為我另外一個室友 她有在那邊調查 然後她每個人都問 然後她覺得應該就是她的 那你們幾個人住 那間有1234 一共有四個房間 那間一共有四個房間 然後兩個越南人 然後另外一開始 另外一個是馬來西亞男生 但那個男生還ok了 對那人蠻好 反正那個屎超噁的 那個屎 那個屎就怎樣都充不掉 然後還要叫房東來 然後把它夾起來 夾起來 因為她那個屎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那麼硬 天啊 然後每次 不知道 他們便秘 然後還每次 我上廁所的時候 那個馬桶蓋上面 都會有米一樣的咖啡 咖啡色 不知道是血還是屎 反正超噁 我每次一定要用獅子巾擦完之後 再用乾擦我才能夠上 反正超噁的 然後像有時候她那個 不知道是驚奇 還怎樣嘛 她那個衛生簾換完 就丟在洗手台也沒有 洗手台 洗手台 對她就可能把它捲起來 然後放在洗手台 可能是忘記 可能是忘記吧 反正就是每天就會有那種很噁心的 遇到那種很噁心的東西 那你會叫她然後跟她講嗎 我沒有 那時候我沒有跟她講 因為我一開始一直沒講 後來想說 後來就有點乾 就是我 因為我一直都沒講 所以我想突然這樣子好像有點奇怪 所以我就沒有 我就想說看 我趕快搬走就好 我受不了 哇人太好了 所以我半年時間到 我就立馬閃了 而且更見的是 後來我過半年的時候 房東跟我們說要整房租 不然就搬走 然後我就覺得很扯 那我一定搬 一定搬 對啊我才不要在那邊 繼續留在那邊 那越南女還是留著 越南女他們好像覺得在那邊很棒 但他們很愛 然後 反正我無法的 他們的生活 但是因為男女是先到的那一個 對他們都在那邊住一段時間 那你進去看房子的時候 沒有發現很髒嗎 那時候我有 當然我沒想到 竟然是那個女生也可以這麼髒 哇 這超乎我的想像 我覺得髒真的太噁 太噁 那個髒的程度 但是我跟你講 後來我還遇過一個更髒的 來來來來 極致髒 極致髒嗎 越南女第二名就對了 越南女真的 沒有人可以超越非洲男 哈哈哈哈 他在我的地上 非洲男 來來來來 我們大家來聽一下非洲男 我跟你講 非洲男就是 非洲男是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間房子 後來第二間房子 那時候搬進去之前 也是那個非洲男生就住在那 他好像住在那邊很久 對 然後剛才那個非洲男 他 第一個我們發現就是他極致臭 他體味超重 我覺得因為他都沒有起司 所以我們沒有起司的問題 沒有起司 我們想這一位 真的真的 非洲男士 只有吃水叫做非洲男 是因為我從來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都不跟我們講話 真的假的 真的 他從來不跟我們講話 我從來不知道他叫你叫什麼名字 我一起來知道名字太誇張了 對 他就沒有在跟我們互動的意思 對 所以我們只能叫他非洲男 我只知道他是從非洲來的 OK 然後反正他極致臭 我跟你講他每次回來 或是要出去的時候 他經過 他會經過那個走道 嗯 他只要經過那邊 過大概五到十分鐘 他的味道都還殘留在 極致臭 對 殘留超久 因為那個熊寶貝都消不掉那種 超噁 所以他體味很濃 然後就是 很濃厚的糊臭 真的有加汁喔 對 糊臭味那種感覺 超噁 然後有時候他出門啊 可能要去約會來幹嘛 他可能還會想嘗試用那些香水噴 完全沒有 完全不知道他的朋友怎麼跟他相處 他超臭 對 然後而且重點是 而且很不爽的是啊 他也是廁所 廁所跟他共用就是很悲慘 悲劇 他那個 像之前 因為我每次要上熱的時候 就是我們 我都會少廁所 我想說你們不少就算了 然後我可以少 但是至少你要好好維持吧 這樣幹他 每次才剛掃完 他出來尿 他們尿尿就是連馬桶蓋也不鮮 然後尿得馬桶蓋 你說那個女生坐的 對 坐的那邊 他尿的時候馬桶蓋不鮮就算了 然後他又尿得上面都是 然後他可以尿到地板第二道都是 不知道怎麼滴的 然後他覺得覺得超不爽的 才剛清完 然後你就立馬在那邊亂尿 為什麼會這麼髒 超髒 然後不然的話就是 他那個煮飯也是 他會 他會煮飯嗎 他煮飯 他煮飯很狂 他煮飯就是 每天吃你知道印度咪嗎 他就買了不知道多少 每天吃兩餐 然後一餐吃兩包 很整耶 一天吃四包 對一天吃四包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 聞到那個印度咪 我就覺得味道很好 其實蠻愛的 但後來聞到那個味道 就有點想吐 就讓我想像那個黑人 然後反正那個懶得 他就每天吃印度咪 不知道印度咪怎樣煮 怎麼弄的 他那個麵就那些弄到處都是 天啊 對然後就是 或者是他那個醬料 什麼都不丟好 反正對之前有一次 就是沒有注意到 因為好像有一次我出去吧 出去一段時間 回來之後看那個廚房 真的是不行 他那個鳳梨啊 就是丟在那個垃圾桶裡面 然後他垃圾又不到 整個房子 整個房子全部都過銀 連冰箱裡面都是 天啊 超崩潰的 那只有你有崩潰嗎 我什麼室友在集體 有有有有我跟我另外一個室友 另外一個剛好也是台灣人 我們兩個超崩潰 我想說這也太扯了吧 然後我們還要特別去買那種儲存的東西 把那個果音給 就是問題處理掉 反正就是他們 後來我就跟 跟那個幾個室友聯合起來 把他踢走 他其實還想住在那邊 我就跟房東講說 我們不要 我們希望他可以 我們就是希望他可以離開 因為他們對我們就是有點影響 對對對 然後後來 還是要講自己的那個啦 對對對 然後後來房東就跟他說 有人要來搬進來 所以要請他離開 但其實當下 其他間房間都是空的 我真的假的 對 但是反而是用那個理由把他趕走了 我覺得還是要 因為他其實很容易生病 對啊 那是生病的問題 真的 而且他就影響到其他人 他太長而不敢 反正真的很可怕 對 下一個是什麼馬來西亞幫 馬來西亞幫 他什麼是 馬來西亞幫就是 那時候我剛進去的時候 還有一幫馬來西亞 這也是第二間 對第二間的時候 因為我那間房間有六間房間 那時候我剛搬進去的時候 一幫馬來西亞人 他們兩個兩個睡一間 他們是從馬來西亞來做工的 做工的 做工的 他們真的是在做工 他們是在工地裡面 建築工的 其實他們人還不錯 能也蠻好的 就只是我發現他們 呃 怎麼說 發現他們就是比台灣人還要傳統 傳統 他們是馬來西亞華人 都是男生 都是一幫男生 一幫男生 後來發現他們就是 反正超傳統 然後他們比方說 有時候會聽他們在聽音樂 什麼什麼之類的 他們就在聽台語歌 什麼 就是這樣啊 對 然後就是會 就是會 怎麼說 會發現他們的想法 或者說他們為什麼拜關公 之類的 就是反正他們就是 比台灣的人 就初期的傳統 還要更加傳統的感覺 對 像我後來還有另外一個 搬進來的馬來西亞女生室友 她那時候搬進來的時候 每年早上燒香聽佛經 真的假的 真的 重點是她那個香 他們到底幾歲 二十幾歲而已吧 每天早上燒香聽佛經 而且她那個香味也是 味道很重 每次早上起來 都會被她那個香味嗆醒 真的假的 對 然後她的佛經 然後很大聲 然後後來就跟房東反應 因為已經跟她講過 她那個香味 真的是每天早上被她嗆醒 然後後來跟房東反應 跟房東講完之後 她就再也不過我們講話 就跟馬來西亞女生 她已經不爽了 她說 我在幫你們祈禱 你們這樣子對待我 真的真的 反正很扯 我就跟房東說 每天都在燒香搭配佛經 然後房東就 然後房東就 房東是香港人 房東是香港人 對 房東就跟她講廣東話 廣東話 對 因為她華語普通 她的廣東話比較好 對 反正就很多奇怪 這是朋友的室友嗎 還是你還有這個 對 朋友的室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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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房子還好 我們房子沒有亂搞 但是我有遇過是有那個房子 就是我的朋友 他們的那個房子 也是很多人房 很多人住 你是在借到別人的朋友 對 不是我的房子 然後她那個室友 他們就是各種亂搞 因為他們那邊就是 有 一開始來了一個 有一個瑞典男的 然後他就是很喜歡亂搞 然後後來他就跟另外一個 新加坡的女生 但是他其實是俄羅斯人 但是他在新加坡生 後來他們兩個就在一起 結果後來來了一個新室友 也是一個澳洲人 結果後來那個瑞典男 他就背著他的女朋友 然後跟另外一個室友搞 重點是他們都住在同一間房子裡了 然後就超尷尬 然後後來 而且終於我還聽說 那個室友的 是什麼 好像是那個室友的朋友 就是那個室友 就是另外那個女室友 他同時有在跟其他男生搞 然後就問那個瑞典男的 要不要一起 天啊 他有這麼開放 真的 然後他後來好像沒有 因為其中有人不死 然後後來那個男的 那個男的女朋友 就是另外一個 就是新加坡的那個室友 一定會發現啊 然後後來他就超不少 但那個男的好像也不怎麼樣 他就覺得沒茶飯 他就是來玩的 他就更沒茶 很多人都抱死去玩的心情 對 然後就各種亂跑 自己的國家可能就有女友了 但是在澳洲一定要有一個人 真的真的 反正我就超亂 還好我是沒有 欸欸怎樣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後來就聽說那個女室友 這個室友好像有得病 真的嗎 他應該有性病 但他還是每天誕生 他還是每天帶男生回家 而且他都故意叫很大聲 他就覺得這樣好像很驕傲 對很扯 但是很容易那個 幸好你很保守 還好 還好 沒得病 所以應該是說就是 就是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其實是想要給澳洲的同學 就是想要去澳洲的人的建議 建議 對 你現在遇到了這麼多奇怪的事情 你只會想要怎麼去做一個建議 無論是學校上面還是河洲上面 你都可以給點 超少的建議 我覺得 我覺得不管是好了 經驗或壞的經驗 我覺得都是一個還不錯的機會 都可以學習吧 認真 認真 就是反正你遇到那些奇怪的人 你以後就會知道 學到怎麼樣跟人家相處 或是至少學會怎麼樣英文跟人家吵架 大開眼睛 對 因為在台灣怎麼可能遇到這種非洲室友 真的 所以 後來就覺得台灣人真的是蠻乾淨的 真的 真的很乾淨的 好啦 那非常感謝你抽空時間來跟我們分享 不會不會 那如果各位有其他的出走的一個好笑的合宗經驗 或是其他室友的經驗 都歡迎來到我們的粉絲專業是 粉絲專業出走吧 國外生活攻略 沒錯 幫我們留言 然後讓我們知道 那之後呢 如果你投稿很厲害 送不定嗎 會講出來 真的沒錯 好啦 那 差不多就這樣了 那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莎莎 這次特技來跟我們分享 無論是線上上課 剛剛應該有分享線上課 還有合租的一些問題 但至少說我們從她身上可以學到說 無論發生什麼事 就是Chill 沒錯 放鬆 沒錯 因為你跟那些發瘋 這好像會怎麼用 沒什麼用 靈畏不亂 冷靜處理 應該就是說也盡量可以要跟房東做溝通 對對對 覺得跟房東還好 還好啦 看房東啦 但我覺得基本上房東還是會稍微可以處理一下 對啊 處理的不一定滿意而已 對啊 而且你要跟他說你的房子會被弄得很髒 他是想要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知道自己的權益 沒錯 那最後就是再次喔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讓我們知道的 或是想問莎莎的 歡迎到我們的本專 出走吧 國外生活攻略的留言讓我們知道 謝謝大家收聽 我是May 我是莎莎 我們下次見 拜拜